国外最新研究指出 施打完第二剂BNT和莫德纳疫苗20周之后 预防Omcron病毒感染的效率只剩下10% 不过接种了第三剂之后增加到75% 而新加坡也证实疫苗有效的降低死亡率 其中又以莫德纳的效果是最为显著 到底哪一种疫苗对抗死亡率最有效 疫苗接种率在全球名列前茅的新加坡 给了最新的答案 目前看来施打mRNA疫苗获得死亡率最低 在完整接种者当中 莫德纳疫苗每10万人只有一死 BNT每10万人中约6.24 显示mRNA疫苗的保护力比较高 新加坡目前国内总共有802起的死亡病例当中 其中有555人也就是大约7成 是没有接种完整疫苗的民众 显示疫苗的确能救人一命 Omcron出现之后 各国也纷纷加速接种加强针 英国最新数据显示 施打完第二剂BNT跟莫德纳20周后 预防Omcron的病毒感染效率 只剩下10% 但还是能够防止重症 而接种第三剂之后 防护力则大增为75% 医生也提醒加强针的重要性 由于感染Omcron的病例当中出现大量的突破性感染 因此各家药厂也加紧研发特制疫苗 辉瑞药厂执行长表示 针对Omcron的疫苗预计将在3月份准备就绪 但却有专家认为为11万 因为等他问世时 应该所有人都会被感染 现在的三剂计划 就能够提供足够的保护力 记者综合报道